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杜小姐若是跟君王已经讲完话了 就可以回家伺候你那当贪官的老爹了 你 我告诉你们 我们老爷现在不仅仅是三品力部侍郎 他还即将成为君王的老丈人 你们要是再在这里胡言乱语 污蔑我们老爷的话 几个脑袋都不够你们吊的 月儿 你日后可是要随我进宫的人 少做口舌之争 小秦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李清流他自己当了皇子 把我家姑娘留在银城 他现在要和杜小仙成婚了 他把我家姑娘当成什么了 武云阁的恩客都比你们有情有义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皇上止婚呢 皇上又怎么样 他如果不愿意做 没人能逼得了他 他忘记了他对我家姑娘承诺过什么吗 他知道我家姑娘有多看重吗 他全大是狗屁啊 噓噓 小殿上真是长安 长安又怎么样 我就是要让全长安的人都知道 但李清流是个什么东西 小姐 您说他受伤 为什么要跑到昭王府啊 他不是一贯如此吗 或许是知道了我跟清流的婚约 所以去投奔了昭王殿下 果然是清流出来的女子 她刚刚是不是说昭王府 怎么 杜小姐刚被刺婚 我在君王府准备着 来我昭王府 有何贵干 是仙儿疏忽了 此番抛扰了昭王殿下的亲戚 我听闻 昭王府上来了一位故人 这位故人正好又受了伤 所以我特地前来看望 表达一番心意 没想到 杜小姐刚来长安 就如此耳目灵透 不过此行要让你失望了 我府上 没有你要找的 那可能是我听错了 殿下 什么事 启禀殿下 门外有一男一女在闹事 那女的说 她是来自银城的 叫什么 晓芹 武林 你先去看看 我随后就到 是 走 陆小姐 既然眼下有事 本王就不奉牌了 张王殿下快去吧 我无妨 你不认识吗 本王还要奉劝杜小姐一句 管好自己分内的事 我昭王府 以后若是没事 就不要再来了 昭王殿下的建议 显而受教 我又不太帅了 我回来 Platform to 王殿下的建议 我倒是在家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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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